有氧的音樂聲在新啟用的 中正路入口意向廣場響起 為了要慶祝正式立安建校100週年 以及142週年的校慶 淡江中學今天也舉辦了盛大的采接活動 一早全校師兄就集結在 中正路的入口意向廣場 舉辦了盛大的開幕儀式 地方人士齊聚一堂 就連市長朱立倫也清零祝賀 我們都知道這個馬街博士 在對整個台灣 對整個淡水地區 我想這140幾年來 大家都感受到整個教育的偉大 醫學的偉大 尤其是我們教育上 淡江中學在這建校100週年來 能夠培育出非常非常多優秀的子弟 我們內心只有充滿了感恩跟感謝 我們相信淡江中學是在 奉祖的民所設立的學校 下一個100年淡江中學一定會像過去100年當中 無畏無忌勇往之前 那我們淡江中學在我們地方上 真的成就了不少我們地方的一個人才 我利用這個機會要感謝我們淡江 因為我的大兒子以及我的老三都是讀我們淡江中學 也因為我們淡江的一個栽培 讓他們在這個社會上也具有領導能力 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我們淡江 我們一個李總統 所以在全世界我們淡江中學是最有名的 最有歷史的最有價值的 就是靠這些老師所有在教學中 能夠教出我們一個李總統 所以在淡水只有高中 歷史最久的就是我們淡江中學 而學校的校慶之所以會選擇在校外舉辦 最主要就是因為校方決定要用採接的方式 走到淡水市區的中心 馬街三角公園 向馬街的銅像來獻花致敬 在騎隊帶領之下 全校師生走上了中正老街 而對於這樣的紀念方式 學生也覺得相當的具有意義 就是因為我們淡江很美 然後為了紀念這個表演 然後我們準備很久 就因為這是高中最後一年 然後參加這種大遊行 對 很熱喜 熱喜 非常開心為我們淡江爭光 還有紀念我們馬街 馬街博士 在文化的城市很有熏陶的感覺 就是很受熏陶 然後 非常 非常 內心非常感慨 很多 很多感想 淡江中學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2年馬街博士創辦 牛津學堂與淡水女學堂 而學校正式立案是在1914年 今年剛好滿100年 而走過一個世紀 這個學校的歷史看淡水的發展密不可分 也是一部珍貴的台灣教育史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 我們知道 叔叔王 更高 謝謝 開